来,现在我们要来开始写这一部分的程式了 那现在我就是说到时候使用者在上面输入 我按了英里转公里 他就会帮我换算成这是集公里 然后我打了数值,如果我按的是这个钮 他会呈现说转成集英里 所以呢,来写程式咯 写程式我就到旁边这里,blocks 点一下,开始写程式 第一个,button1是英里转公里 所以,button1当click 这里哦,要注意这个后面哦 button1这个按钮,当click,click就点一下 我要做,当button1按下去我要做 我把这个区块拿出来 然后要做什么呢? 我要把,刚才 我要把这里面的格子的值抓出来 这个格子叫做textbox1 对不对?textbox1使用者输入的这个格子 我要把它的值抓出来 我就是找text textbox1 后面是text的 可是呢,有两个 别忘了,我要抓它的值出来的 要找前面图出来的 我要设定值进去,我要找凹进去的 可是现在我要抓它的值 所以我把textbox1的值拿出来 然后呢 然后呢 直抓出来 现在再来请各位看哦 这里的直抓出来 如果我是英里转公里 就代表是 英里 比较大 公里比较小 我抓出来之后 英里转公里 大概是1英里等于1.6公里 所以我抓出来的值 我要除以1.6 就会变成公里 这样理解意思吧 嘿,我要除了 除法在哪里啊? 左边看一下 有一个东西叫man 就是数学 数学点进去之后 也有区块 除法在这一个 有没有 我把除法拿出来 然后 把刚才抓到的那个值 放进来 然后除以1.6 那1.6怎么当 1.6也是数字 也是数学 从数学里面 最上面第一个是0 我把0拿下来 改一下 点进去就可以改了 1.6 然后再把它直放进去 它 除以1.6 之后的结果 我把它放到 Label 2 我把它放到Label 2 所以 Label 2 里面的 Text 我拿出来 No 放进去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的手机这里 如果我们说 如果我们说 今天是 1000英里 不是不是 我这边除以1.6 是错的 应该是这样子 英里比较大 1英里等于1.6公里 所以应该 对不起不是除 要用乘 我弄错了 除等下是等下 反过来的 公里转英里 才是用除以1.6 那一样 乘的话 从数学试里面 可以找到一个乘法 我用乘的 来 把我抓到的值 乘以1.6 放进来 好 所以你看 我这样做完 就可以马上算 1000英里 我按一下 好 就1600 OK 可是这样的文字 真的很不直觉 我希望是说 写个 1000英里 等于 1600公里 比较好 所以呢 现在这个是 刚才是 这个算出来 是1600 对不对 那我前面就要加 1000英里 从哪里来 1000英里 就是这个 Test Box 1 也就是这个 1000 就是这个 这个值 所以我这边 我可以把它 我可以再从这里 Test Box 1 再把 Test 这个拿出来 这两个是不是一模一样 可是一模一样 你不一定要从这里拿 我再教各位一个方法 你可以在这里 这个点一下 按右键 Duplicate 复制 好 这边我要呈现 这边是 数字是1000 那这整个 运算完是1600 所以这1000 然后再来 英里 等于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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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里 Test 找最上面的 空白的 抓出来 比如说 英里 比如说 相当于 好 相当于 然后 1600 然后 然后后面还要再放个公里 又是文字 我又会从Test 里面 抓一个空白的出来 叫做 公里 好 按理说这样子 Test Box 1 里面的 值 抓出来 英里 相当于 接下来 乘以1.6 之后的 数值 公里 它就一样串起来 好 串起来 用哪一个 Text 里面的 Join 好 一个个把它接上 诶 那后面又接不上了 怎么办 别忘记 Join 左上角有齿轮 然后 把左边 拉一个 String 它就多一个 凹了 再拉一个 String 又多一个 好 加好了 把齿轮按一下 然后把它接上 接上 接上 最后的结果 接上 这 所以呢 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看到 我在这边 1000 我再按 英里 公里 1000英里 相当于1600公里 这样是不是看起来 比较顺 OK 那别忘记 我这边打完之后 我希望这边 如果人家在输入 另外一个数值 是不是还要在那边 3333333 太麻烦了 所以 请各位这边打完之后 按英里 转公里 这边凸现了 把上面的清空 上面的清空怎么清 再做一次 上面这一个叫 textbox one textbox one 然后 它的text 我要清空 清空就是我要设定它里面的内容是空白的 所以我要设定进去 要用一个凹洞的 然后清空 清空就是清成文字最上面的一个空白的 然后最后再把这个放进去 然后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再做一次喔 现在这是1000了 我现在换一个是100好了 然后英里整公里 一按 上面消失了 底下有出现了 100英里相当于160公里 对不对 那这边呢 还没写 所以 不会运作 那这不会运作 请各位尝试 button two 因为这叫button two 同样的button two 最上面一个 当button two按下去要做什么事 那后面交给各位来做做看 可以吗 好来 到这里位置 各位 把上面做完 第二个按钮 请各位想想看 怎么做 请把它做出来 好